这肯定是家的味道 过年回不了家呀 没办法 只能自己想办法脑补 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 いいね、コメント、シェア お願いします Hello大家好 我是刘坤 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餐时间 今天做一个 稍微简单一年饭吧 叫酥肉面条 就是小酥肉 下的面条 又一过年了吧 过年前 家来准备很多的酥肉 比如说鱼呀 比如说肉啊 还有丸子啊 这类各种各样的东西 准备很多 准备之后 然后过年肯定是吃完了 然后等到过年之后 然后这个酥肉的话 有各种鱼 就变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在我老家最想吃 最喜欢吃的就是 酥肉面条 简单 而且好吃 给你那个以前我做的 河南会菜 有一个一曲同工之效吧 就是那种感觉吧 好了 现在开始弄 这个面非常简单 就是往锅里加水 然后煮面 然后把酥肉放进去 然后下青菜 OK了 好了 现在开始弄 因为就我跟老婆吃 所以两碗水就行了 好了 水开了 下面条 因为我主要是想喝点 稍微喝点那个汤吧 所以 面稍微就一把面吧 因为酥肉的话是那个啥 酥肉的话是 要稍微多煮一会儿 所以 先把酥肉放进去 好了 然后煮吧 面条已经煮开了 然后把 准备了有点平菇 还有点那个 上海青 还有点海带 放进煮一下 它这个面是有盐分的 放盐的时候 少放点盐 放太多的话 有点太咸了 一定要注意一下 怎么会没有13香呢 在这儿加油 好了 再煮一下就好了 煮开就熟 就能上饭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老婆先尝一尝 味道如何 嗯 嗯 嗯 很香 很香 好吃 好吃 好吃就行 好门 如果家里有小酥肉 可以试一下 家里有菜 海带 有没有无所谓 就是青菜面条 小酥肉 绝对完美 这个蘑菇有点失误了 蘑菇不应该放 蘑菇不放了会更好 嗯 先吃两口 然后来点 我做的辣椒油 它是香不辣 这个辣椒 然后再来点醋 这肯定是 家的味道 过年回不了家呀 没办法 只能 自己想办法脑补 自己的家里的味道吧 因为 疫情吧 国家也鼓励原地过年 今天就跟大家聊个事吧 聊个就是过年 关春晚吧 在日本的话 大家看不看春晚 还就是在日本的话 有没有类似春晚的 日本的话 各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是 红白歌会 第二种的话是 那个不能笑挑战 如果笑的话 打屁股 那个 然后红白歌会的话 有点类似咱们 中国春晚 咱们的春晚是 小品啊 相声啊 还有歌舞啊 还有 就是各种各样的吧 日本的红白歌会 我从来没有 从头看的 我也看完过 但是 到的印象中只有唱歌 它是 红组和白组 两个组 所以叫红白歌会 选的就是 过去一年里边 比较火的歌手 比较火的歌曲 或者是在歌唱界 比较有名的人 说不好 一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 谁哄找谁来唱 然后刚才 我也说了 红白歌会 另外一个 就在 大年三十的夜里 这个台晃 红白歌会 然后另外一个台 就做的是 《不能笑》 那个挑战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看那个的 它那是从 七点开始吧 从六点半开始放 你就放了十二点左右吧 它是二十四小时 这五个人不睡觉 二十四小时 一直拍 然后剪接成 比较短的时间吧 大家喜欢 看春晚吗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最多最好的 也就是那个 央视的春晚 好像最近几年 我各台的卫视台 好像也做了很多 春晚做的也很不错 大家喜欢看哪个台的春晚 或者是大家喜欢看 春晚的哪个部分 或者是 大家对 日本的这个 红白歌会有什么看法 有的话在下面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儿 喜欢的视频点下关注 期待你的点赞 评论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期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